1949年解放前夕 国民党军队已经节节败退 蒋介石带领大部队逃到一海之隔的台湾 福建省辖美镇作为国民党军队撤退的中转战 曾经在此集结了大量的国民党士兵 这些士兵就像丧家之犬 只盼着能有一方天地可以苟延残喘 国民党在这里将大量的家眷和财富运往对面的台湾 同时还抓走了不少镇上的男人作为苦力 并且一同随传去到台湾省 那目的就是让这些壮丁在海的另一边 继续为他们廉价地出卖劳力 美兰和阿凤都是霞美镇的姑娘 从小一起长大 美兰天性纯良 总是一副不按时事的样子 阿凤则活络得多 她从外出谋生多年 由于战乱 这才不得已回到故乡 美兰的丈夫 叫做彩莉 也是霞美镇的人 性格老实霸娇 除了有一身使不完的戾气之外 别无他常 但是恰好就是因为戾气大 被国民党的士兵盯上 当作苦力抓去台湾 说来也巧 这美兰的力气也是出奇的的 虽然跟男人美得比 但是在霞美镇的女人中 绝对是能拔得头筹 镇上的人经常会看见 她扛着几大袋的粮食 或者拎着半人多高的水桶 在镇上的大街小巷穿梭而过 阿凤的交际圈就比美兰大得多 她天生理智 娇小可人 很有男人缘 但对于镇上的男子 她都看不上眼 还曾暗示美兰 不应该这么草率地 就把自己托付出去 后来 阿凤就认识一个叫做 方平的国民党士兵 方平要跟随大部队 奔赴台湾 启程时 方平给了阿凤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方平 所在部队的驻扎地址 方平答应阿凤 等到了台湾安顿好 就找人来接她过去 理性之前 方平告诉阿凤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澎湖县 在台湾的最西边 与霞美镇遥遥相望 如果想他们了 可以望着天上的星星 方平对阿凤说 这叫天涯共词时 虽然两地相隔 但却能通过星空 互宿中长 寄托思念 于是那些等待的日子里 美兰和阿凤 每天日落之后 就会相约坐在海边 清凉的海风 吹散片片乌云 星星就向情人的眼睛 不停地向着他们 暗送求搏 美兰和阿凤都希望 能尽快地见到爱人 虽然离行前 没能跟蔡莉道别 但是美兰认为 蔡莉很可能也在碰壶 说不定就在方平所在的部队 可是他们都不知道 彼此的爱人在海的另一边 过着怎样的生活 心里不禁又苦闷起来 话说霞美镇 自古以来就以捕鱼为生 因为战争 这海产的买卖越来越不好做 很多当地人都转投其他的行当 但是家家户户的渔船 不能总是搁置起来 等待着报废 于是很多人就开始琢磨起 另一桩生意 就是百度 这说是百度 其实就是偷偷地 把人送到对面去 因为很多人当时走得急 都把家人留在内地 所以就有很多像美兰 阿凤一样的家眷 就偷偷地从霞美镇乘船 去台湾寻找失联的亲人 美兰和阿凤盼啊盼啊 还是没有等来爱人的一丁点消息 这两个人都觉得 不能再这样干等下去了 合计着 那不如冒险去对面一趟 即便这一趟一无所获 也希望能把自己的心结解开 早日做个了断 两家人看怎么都劝不住 这两个意志坚定的女子 就只好随了他们的心愿 像这样 就算是没有结果 去这一趟也算是死心了 而且那边的日子 说不定还能好过一些 美兰的家境并不富裕 但是家里就这么一个闺女 还是变卖了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 给美兰凑齐不少的盘缠 这些钱足够美兰在那边生活一阵子 美兰的母亲 把家传的玉镯子交到美兰手里 希望如果她将来有了孩子 起码让孩子知道 在隔海相望的另一边 还有血浓于水的亲情 美兰安慰父母说 等找到蔡莉 就把她叫回来 一同地尽消 阿凤父母去世的早 是远房的一个姑姑将她拉扯的 由于阿凤要去台湾找自己的男人 她就觉得这反倒是一件好事 对于阿凤来说 能成个家比什么都重要 至于要在哪里生活 反而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可是阿凤认为 找到方平固然重要 但是如果能在那边落脚 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那就再好不过了 美兰和阿凤的亲人 就特地找到 霞美镇最好的一艘船 那开船的 也是有着二十年经验的老渔夫 跟船的 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叫老曹 他也是准备去对岸碰碰运气 顺便寻找随军多年的弟弟 于是美兰、阿凤、老曹三个人 在一个月朗星期的夜晚 从霞美镇的渡口 坐上这艘霞美镇最好的航船 向着一望无际的远方 缓缓驶去 在船上 美兰和阿凤再次憧憬 起未来的生活 美兰告诉阿凤 家人几乎把所有值钱的东西 都给了她 这其实就让她 找到丈夫蔡莉之后 在那边安家置业 不需要再回来了 阿凤就对美兰开玩笑说 美兰带的这些盘缠 足够在那边 再招个上门女婿了 美兰称怒道 阿凤 你总是拿我开玩笑 你又不许说了 老曹人比较沉默 但是偶尔也会加入他们的谈话 老曹告诉他们 自己已经有十多年没见过弟弟 自从他参军之后 就一直东奔西走地打仗 前些日子就来信说要回家了 却又被通知随军去台湾 当老曹听说军队要撤到台湾的时候 那大批的士兵已经开始从霞美镇离开 所以老曹并没找到弟弟 谁说不定啊 他已经到了对面安顿下来 老曹就希望能把弟弟带回老家生活 最不济的能让兄弟二人见上一面 就这样 几个人坐着船 不知不觉地已在海上飘荡了好几天 由于路途遥远 所以开船的渔夫也无法预料海上的天气 前几天还是晴空漫里 这天夜里风云突变 暴风雨夹杂着狂风 在海面上掀起了如山一样高的巨浪 美兰和阿凤的船就如同一片弱不经风的树叶 在狂怒的海洋中随风飘摇 美兰本来就有些晕船 这突如其来的风浪 更是让他在房间里异常地难受 他想去外边偷偷气 便摇摇晃晃地来到甲板上 他刚出房间 就遇见老曹 老曹提醒他 这种鬼天气最好是待在房间里面 海浪是有吸附力的 弄不好就会把他卷进海中 阿凤恰好听到他们的谈话 从房间里走出来 对美兰说 不踏紧 便陪着他一起走上甲板 此时的甲板已经湿透了 海浪不断地拍打过来 脚下的水瞬间没过脚踝 美兰对阿凤说 阿凤 你赶紧回去吧 我就在这儿透透气 哎呀不行啊 咱俩一块出来的 那说好了要互相照应着 来 你扶着栏杆 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我拉着你 等你好点了 咱们就回房 美兰感激地看着阿凤 这时风浪似乎更大了 船颠簸的也是越来越厉害 美兰只觉得胃力一阵地翻腾 她忍不住趴在栏杆上呕吐起来 这时这船突然向下倾斜 美兰整个身体一下子翻到船外 哎呀 美兰 阿凤大叫一声 一只手本能地抓住美兰 美兰一只手死命地抓着栏杆 另一只手被阿凤抓着 阿凤 救我 对死亡的恐惧 让美兰的整个身体不断地挣扎 脚下的海水就像巨兽的血盆大口 张开獠牙迎接着即将到手的猎物 阿凤看着美兰 她的眼神变得有些冷漠 阿凤 你快让我上去 美兰拼命地朝着阿凤喊着 她也感觉到阿凤的异样 因为阿凤抓着她的那只手 正在慢慢地向回缩 美兰惊恐地看着阿凤 阿凤的眼神变得麻木而冰了 阿凤 阿凤 美兰的声音已经有些绝望 她浸满泪水的双眼望着阿凤 哭求着阿凤救她上去 但是阿凤根本就不听美兰的哀嚎 奋力挣脱美兰的手 只剩一只手扒着栏杆的美兰 渐渐地体力不支 一个大浪打来 瞬间将她卷入海中 阿凤眼看着美兰化成一颗石子 悄无声息地坠入到大海的深处 阿凤惊魂未定地返回船舱 她却敲老曹的房间门 她想告诉老曹 美兰意外坠海 可是敲了很久都没有人开门 老曹并不在房间 阿凤正想着 这么晚了老曹能去哪里 突然老曹慌慌张张地从身后跑了过来 阿凤一脸惊慌地对着老曹说道 哎呀老曹不好了 刚才美兰去甲板上透风 从栏杆上掉下海了 老曹看着阿凤 这阿凤有点心虚 刻意避开老曹的眼神 老曹 你说这怎么办呢 老曹停顿了片刻 这种天气啊 旧人那如同大海捞针呢 再说了 这地方也停不了船呢 人各有命 这就是她的命啊 咱能怎样呢 先保证自个儿活着吧 阿凤就说呀 自己去收拾一下美兰的遗物 等上了岸 给美兰找个好的归宿 进了美兰的房间 阿凤赶紧关上门 长长地舒了几口气 刚才她那一直是 大气都不敢喘 生怕被老曹看出端倪 休息片刻 她迅速打开那蓝的箱子 那里边竟然满满地 铺了一层金圆圈 还有几大根黄橙橙的金条 阿凤心里窃喜 她想等找到方平 两个人用这些钱足够在那边做做小生意 过上安定的日子 阿凤不敢在美兰的房间里久留 她拎上美兰的箱子迅速回到自己房间 经过漫长的航行 船终于在澎湖县的岸边靠岸 老曹和阿凤下了船 老曹告诉阿凤 自己除了打鱼也没什么其他的本事 他就准备在海边暂时安顿下来 毕竟靠海吃海 在海边至少不会饿死 这没准还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等稳定下来了 就去寻找弟弟的下落 于是阿凤就跟老曹告别 就告诉他自己会给美兰的王魂找一个安身之处 说着 阿凤直了直美兰的箱子 老曹似乎是有话要说 但是他看了看阿凤 又回头望了望大海 便朝着阿凤摆摆手 示意阿凤赶紧去找自己的男人 这阿凤先是找到一个旅馆安顿下来 然后根据方平留下的紫条 找人打听清楚方平部队所在的具体地址 阿凤一刻都不敢耽误 立刻前去投奔方平 可谁知阿凤到达部队门前 门口的守卫听到方平的名字 就告诉阿凤 这方平因为违反部队纪律已经被开除 听说在椰林街开了一间五金店铺 阿凤提着两个沉重的箱子 一路奔波来到椰林街 当快要走到街的尽头时 他终于看到方平 方平正百无聊赖地坐在店铺门口 昔日那个阴气勃发的方平已经不见了踪影 此时的他一头油腻的头发 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 他双眼紧闭 嘴里叼着一根烟 上身的衣服已经卷在胸口 露出肥瘦的肚皮 两只脚丫子在地上胡乱地蹭着 一双破旧的拖鞋扔在一边 阿凤喊了一声 方平 方平听到有人喊他名字 无精打采地睁开眼 看到面前的阿凤 他愣住几秒 然后从脸上挤出了一丝的微笑 阿凤啊 你怎么找来了 方平家阿凤拉进屋里 紧紧地露在怀中 阿凤告诉方平 自己远渡重阳 就是为了和方平厮守终生 他打开身边的两个箱子 方平看见满满两箱的金元券和财宝 眼睛都直了 阿凤就骗他说 这都是家里为自己凑的 就是要让自己和方平踏实地在这边生活 方平大喜 他为阿凤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这两个人吃啊喝啊 在回忆了霞美镇那些美好的时光之后 为未来的小日子做起了算盘 方平建议 阿凤把这些金元券交由自己暂时保管 因为阿凤在这儿人生地不熟 也不知道什么生意赚钱 自己可以找到门路 两个人一定会过上不愁吃穿的富裕日子 这阿凤就相信了方平的话 但是他执意要把美兰传家的那个手镯留下 他就骗方平说 这是母亲留给自己的传家宝 说吧就戴在手腕上 说来也怪 这手镯戴上去 颇为容易 可是却怎么摘也摘不下来 阿凤心想这手镯注定跟自己有缘 便索性把他一直戴在手上 对于美兰的事 阿凤虽然有些担惊受怕 但因为大海之上并无人知晓 他也没打算再回到霞美镇 所以没多久就把美兰安葬的事给忘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阿凤就发现方平似乎有些不对劲 对于找门路做生意的事 方平好像并不上心 他天天早出晚归 有时夜里连家都不回 阿凤问起来 方平总是轻描淡写地说 去和战友谈生意了 夜里 每当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 阿凤常常感到恐惧 他总是觉得美兰幽怨的眼睛 就在黑暗的角落中凝视着自己 阿凤把脸埋在被子里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却又总是被一个噩梦惊醒 阿凤终于忍无可忍 某天夜里 他悄悄地跟着方平走出家门 走了好久 他就发现方平在一家赌荡的门口停下了脚步 方平站在原地 向四周张望里翻 不一会儿 一个妙龄女子走过来 方平紧紧地搂住女子的腰 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就走进了赌荡 这让阿凤气不打一处来 自己辛辛苦苦从老家来到这里 本想着方平能跟自己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可是没想到 方平却把自己用人命换来的钱拿去赌 还去找别的女人 第二天 阿凤和方平就大吵一家 气急败坏之下 阿凤便把自己害死美兰 把她的钱举为己有的事情全盘拖出 并且威胁方平 这方平花的钱也是美兰的 她也算是共犯 阿凤就说自己不想活了 要去报官 让方平陪着自己一块儿去死 这下方平害怕了 她害怕阿凤这个疯女人真的去报官 钱财散尽不说 这弄不好 小命也得搭进去 一不作二不休 当晚方平就故意和阿凤大吵一家 声音惊动了街坊死林 有人过来敲门劝架 也是无济于事 阿凤吵得累了 就嚷嚷着要去睡觉 方平趁着阿凤不注意 在她的水中下了安眠药 阿凤毫无察觉 咕咚咕咚 把这一杯子水全部喝了下去 不一会儿 阿凤就感觉浑身无力 抵挡不住困意的侵袭 倒头就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 方平经过仔细确认 阿凤确实再也醒不过来 她便在店铺的门口大哭起来 周围的邻居听到方平的哭声 就都跑了出来 方平哭天抢地地说 自己昨晚跟阿凤大吵一架 阿凤气不过就吃安眠药自杀了 这邻居就赶紧叫来大夫 大夫凑在阿凤的面前听了半天 摇了摇头 暗示已经无力回天 这方平一听哭得是更加的撕心裂肺 可是心里却是在暗自的窃喜 就盘算着如何挥霍那笔钱 方平找到街上的木匠 给阿凤做了一幅棺材 按照老家的习俗 方平要为阿凤守灵祈天 祈天之后 就将阿凤葬在县城的墓园中 谁知这就在守灵的第一天晚上 怪事就发生了 方平睡到半夜 突然就听见外屋的棺材里 有一样的声音 这方平心里有鬼 整个人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他抄起床头的酒瓶子 灌了几口酒 壮了壮胆子 安慰自己也许是野猫溜进屋子 他轻手轻脚地下床 决定去外屋里一探究竟 昏暗的灯光下 方平向着棺材一步步靠近 这时他已经很确定了 那声音真的是来自棺材里面 方平咽了眼口水 他抄起身旁的一根木棍 缓缓地向着棺材靠近 方平来到棺材边 慢慢地向着棺材里望去 只听啊的一声 方平打叫一声 只见死去的阿凤竟然睁开了眼 他的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 嘴里似乎还发出微弱的气息 这方平虽说是害怕 但毕竟是打过仗的 胆子还是比常人要大一些 他喊了几声阿凤 阿凤的两只手竟然缓缓地抬了起来 身相半空中 有气无力地说 救救我 救救我 不论眼前的阿凤究竟是人是鬼 方平认为必须让他从世界上消失 便拿起手中的木棍准备向着阿凤的脑袋打过去 说来也巧 就在方平要动手的时候 恰好就有邻居野归路过方平家 听到里面有一响 就怕守灵的方平出事 进来查看 因为这守灵是家里是不能闭门的 所以那个过路人就直接冲了进来 他就正看到方平举着棒子 而阿凤已经起身从棺材里边坐了起来 阿凤死而复生的消息 就迅速地在岛上传开 方平小小的店铺门前 每天都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 这让方平不胜其扰 而更让方平感到恐慌的是 醒来后的阿凤完全就变成另一个人 或者说 这个活过来的人根本就不是阿凤 那晚阿凤复生之后 方平和前来探查的邻居便把阿凤扶到床上 第二天一早 阿凤彻底清醒过来 她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在哪里 蔡莉 蔡莉在哪 蔡莉这个名字 方平似乎是在哪听过 她想了半天 这才反应过来 蔡莉 这不就是阿凤好友美兰的老公吗 方平浑身一哆嗦 她试探地问 那你是谁啊 阿凤望着方平的脸 我是美兰 霞美镇的美兰 对了 阿凤在哪 我们一块坐船来的 方平听到这儿啊 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阿凤的肉体虽然活了过来 可是这副皮囊里面的灵魂 却切切实实地变成了美兰 现在的这个阿凤与从前的她盼若两人 她每天都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脏活累活 有人抢着干 力气更是大的出奇 奇怪的是 阿凤对现在的方平似乎视而不见 方平曾经试探性地问她 美兰 美兰啊 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好像 有些看不清你 你是 蔡莉 我的丈夫 阿凤望着方平 轻轻地说 方平的心彻底凉下来 晚上与阿凤躺在一起 她经常是一夜无眠 她生怕眼前这个解释还魂的女人 就突然想起来自己在船上被阿凤谋财害命 即便这个女人哪天恢复了神志又变成阿凤 但是背不住自己的使情败露 也不会有好结果 方平晚上不敢睡觉 白天还得死死地盯着阿凤 生怕她再出什么端倪 每天被折磨得疲惫不堪 街坊邻居听说阿凤复生之后 给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更加地感到不可思议 许多记者和好奇之人就慕名而来 事情也在整个台湾被传得神乎其身 曾经有高僧特地前来拜访 方平希望高僧能够做法帮助阿凤驱魔 高僧施法许久摇了摇头 对着方平说 这女子啊 身上怨气太甚了 贫色也无能为力啊 若想驱散这怨灵 还需找到其显身的缘由啊 这方平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她再也没有心情去赌场 也跟外面的女人断了关系 阿凤依旧每天待在家里 忙里忙外 她似乎忘记自己来这儿的目的 也从不过问其他的事情 完全就沉浸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 一天 方平看着打扫房间的阿凤 她突然问道 那啥 美兰啊 你还记得和阿凤在船上的事吗 阿凤突然停下手中挥动的扫主 她回过头看着方平 沉默了一会儿 玄机又摇了摇头 方平深吸几口气 接着对她说 美兰啊 你已经死了 是被阿凤害死的 你不记得了吗 听到这里 阿凤的眼睛望向窗外 她站立在那里一动不动 方平也不敢靠近 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突然 阿凤的嘴里就发出了几声冷笑 这笑声渐渐的就变成抽气 到最后阿凤跌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起来 从那天起 阿凤就病倒在床 一动也不动 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偶尔摆弄着手腕上的玉镯 方平不确定 美兰的魂魄是不是从阿凤的身上走掉了 便在阿凤的床前点燃几柱箱 每天都三寇九拜 一天晚上 方平给阿凤盖好被子 刚要起身离去 阿凤一把抓住方平的手 方平感觉到手腕像是被一把铁钳牢牢地夹住 不是 你 你干什么 方平惊恐地问道 阿凤眼睛直视着天花板 嘴里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带我去海上 我要回家 不是 回 回家 回哪里的家呀 这 这儿就是你家 方平不解地问道 这里不是我的家 我要回家 回 峡美镇 阿凤坚定地说 方平就感觉到手腕被钻得更紧了 方平就想起高僧说过的话 如果要把美兰的冤魂赶走 必须满足她的要求 当然 方平可不会跟着阿凤回到峡美镇 既然出海 那不如就来个干脆 不管眼前这人是阿凤还是美兰 就在海上把这事彻底地解决掉 有道士 这孽缘都是天注定的 方平来到海边 找到能够出海的船 可是近期的海上会有风暴 船家都不肯出海 不偏不倚 只有一个船家愿意冒险 这个船家正是与美兰阿凤同行的老曹 原来老曹自大来到这里之后 就一直在海边谋生 他买下一艘渔船 忙的时候就帮着本岛渔民出海打鱼 闲的时候就把渔船当作百渡船 向周围的小岛运送客人 这天晚上当方平带着阿凤来到老曹的船上 老曹看到阿凤的那一刻 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 他听说了阿凤死而复生的事情 但是当阿凤站在他面前 还是让他惊意不已 阿凤不知是真的失忆了 还是故意装作不认识老曹 他并没有多看老曹一眼 镜子走上甲板 夜里海面再次刮起大风 狂风裹挟着暴雨拍打在甲板上 这一幕与美兰出事那晚如出一辙 阿凤身子趴在栏杆上 他朝着旁边的方平说 我想起来了 阿凤那晚就是在这儿挣脱我的手 把我推进大海 这方平大吃一惊 他觉得此时就是最好的下手机会 看看四下无人 便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想要把阿凤推下海去 结果一阵海浪袭来 他扑了个空 身体顺势翻出栏杆之外 他的一只手扒住栏杆 另一只手绝望地伸向阿凤 此时阿凤又变回原来的阿凤 他望着狼狈不堪的方平 恶狠狠地说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往我阿凤一心一意地投奔你 你却天天吃喝嫖赌 还想害我性命 你去跟美兰陪葬吧 说完 阿凤用手上的玉镯 狠狠地砸向方平 扒住栏杆的那只手 方平惨叫一声 便掉进海浪中 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阿凤这时已经完全清醒 他看着方平掉进海中 就仿佛自己加害美兰的那一幕重演 阿凤不知道 这些天自己去了打理 为何会跟方平在深夜 来到大海之上 他便无助地四处张望 突然一道闪电划过夜空 照亮甲板 阿凤突然发现在甲板的一角 正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在望着自己 那个女人正缓缓地向着阿凤走过来 阿凤惊惧地向着后面退去 身子不自觉地倚在栏杆上 你 你是谁 你要干嘛 阿凤惊恐地向那个女人喊道 那个女人并不说话 而是撩开遮住眼睛的长发 美 美兰 阿凤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 你不是死了吗 美兰没有说话 她的眼神呆滞伸出两只苍白的手臂 向着阿凤一步步靠近 阿凤认定自己这是遇到鬼了 她突然想起手腕上还戴着美兰的手镯 她赶紧去摘 可是却怎么都摘不下来 美兰 我 我错了 我求求你 你别杀我 我 手镯还给你 阿凤绝望地冲着美兰大喊 美兰根本就不听阿凤的苦求 一步步向着她逼近 阿凤本能地向后一闪 脚下一个猎气 就掉进海中 暴雨间歇 老曹开着船又回到岸边 由于当时在开船 老曹没有亲眼目睹甲板上发生的事情 但是她已经能想象到当时的场景 一如那晚她目睹阿凤对美兰所做的事 原来阿凤将美兰害死的那晚 老曹恰好经过甲板 她就看到美兰坠海的整个过程 她心里十分地害怕 但最终还是没有揭穿阿凤 所以她一下船就跟阿凤分开了 也是不想再跟她扯上任何的关系 老曹当晚彻夜无眠 在海边来回地躲着步子 发现有人被海浪冲上海滩 她跑过去一看 竟然是美兰 老曹心中有愧 便将她救了下来 买下船之后 老曹便把美兰安置在渔船上 负责她的饮食起居 可谁知美兰虽说保住性命 但是仿佛丢了魂一样 每天就是眼神呆滞地望着大海 一句话也不说 老曹想她一定是受到莫大的刺激 把脑子搞坏了 老曹便一般为着生计奔波 一边照顾着美兰 有几次她想带着美兰找到阿凤 当面理论 却害怕再生出事端 就打消了念头 奇怪的是 方平和阿凤死后没两天 美兰也是毫无征兆地死去了 离死之前 美兰突然恢复记忆 就好像魂魄又回到主人身边 她拉着老曹的手对老曹说 老曹 你是个好人 我本来早就该死在海中 我不怪阿凤 怪只怪这世道 我不行了 还望你发发慈悲 帮我找到我的阿力 告诉她 我来找过她了 说完 美兰就断了气 之前在船上 老曹曾听美兰说过 自己的丈夫作为苦力 随军来到台湾 后来老曹四处打听 蔡莉的下落 她听人说 当时那艘船上爆发流行病 很多得了病的苦力 都救治不及 部队又怕这些人传染士兵 很多得病的苦力 就被扔进大海 老曹一直都没找到蔡莉 她就怀疑 蔡莉很可能就是 葬身大海的苦力之一 就连对面的这片土地 她都不曾踏上过 如果真是这样 老曹心里反倒是略感欣慰 起码 美兰和蔡莉两个人 虽然没有生为比一鸟 但是死去之后 最终还是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海上 结下了脸里之 方平和阿凤的双双王帝 让戒时还魂的这个故事 变得更加的离奇 坊间都在传 一定是阿凤身体里的 那个怨灵作祟 让方平和阿凤中了邪 双双地跳海自尽 这样怨灵就可以投胎转世 重新做人 由于是老曹开的船出了事 那当家的也不想再聘用他了 便给了些钱打发他走掉 老曹后来做过车夫 开过修车铺 还做过泥瓦匠 却始终没有赚过大钱 生活虽说过得去 但是他始终也没找到自己的弟弟 或许他早已战死沙场 即便活下来 谁又知道他现在的日子 是不是自己所愿呢 关于美兰解释还魂这事 还想跟各位解释几句 其实这件事情 本身虽说离奇 但却并不是坊间流传的怨魂附体 阿凤吃了过量的安眠药 虽然没有致死 但却导致神经系统损坏 紊乱的神经系统 又导致他产生多重人格 也就是美兰的人格 那为什么他会产生美兰的人格呢 那是因为阿凤害死美兰 潜意识里就一直感到恐惧和愧疚 再加上他与美兰朝夕相处 对美兰的生活习惯和行为特点 都是非常的熟悉 这便衍生出美兰的第二重人格特征 国外曾有人分析出十几种人格 每天在自己身上同时上演着男女老幼各种人格形态 让人惊奇不已 只是美兰和阿凤所处的那个时代 人们的科学知识远远没有今天丰富 所以就只能把阿凤的行为归结于鬼魂作祟了 不过这阿凤贪恋钱财 害死美兰 方平又因为同样的缘由要加害精神分裂的阿凤 结果两人双双比命 冥冥之中 似乎上演着因果报应的循环 只是苦了 这个美兰 她本想踏上的是一条充满希望的旅程 却没想到 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人生 再想想美兰和阿凤 曾在星空下对未来的期许 不免让人唏嘘 只是希望届时还魂这样的悲剧故事 还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好 不免让人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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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